经销人员紧急出动 来到这间瑜伽教室 丝毫没犹豫 拿起警棍开始狂敲猛敲 把玻璃打碎 经销冲进教室 依心能听见喊叫声 立刻把差点窒息的女子救下来 事发就在台南市区的健康路一段 一后中午12点多 34岁的实戏女子独自一人练瑜伽 没想到瑜伽带意外缠入警部 而且人悬在半空中 没人可以求救 当时手机放在旁边充电 女子集中生智 呼叫Siri帮忙报案 警销及时赶到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后来丈夫到场陪同当事人就医 确认一切平安 原警赶到现场后 协同救护人员立即破门 及时救下颈部遭瑜伽部缠绕 无法呼吸将要窒息的女子 最后由该女子丈夫陪同送医医治 震荡遭遇紧急时刻 但手机又不在身边时 你可以这样喊 嘿Siri 请救救我 那一个紧急服务单位 警察局-110 或救护车 我紧-119 用声音远端操控 求救Siri请她帮帮忙 像当事人这样 自己一个练空中瑜伽 吊挂在半空中 请不被缠住 真的求助无门 这会型手机的AI功能 这时候派上用场 紧急时刻能救命 东三新闻黄从群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